就这样 他就把我们的戒指扔出去了 找了一个下午都没有找到 他扔了你还去捡呢 小秋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 有点让人瞧不起吗 反正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就觉得立川还是爱我的 他爱你 所以把你们的照片撕得粉碎 他爱你 所以把定情信物扔到窗外 他爱你 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不辞而别 他爱你 你写了一千都封邮件 他只字不回 这是爱啊 他要是不爱我 他为什么要担心我喝酒啊 他要是不爱我 他为什么担心我有晕血症 他要是不爱我 他为什么还带着我们两个的照片 他要是不爱我 他为什么还用只有我们两个 才知道的密码 这不是爱情是什么 这是走火入魔 这叫顾念旧情 不是你说的那样了 小秋 你还有你自己的青春啊 你还有你自己的生活 你还有你美好的未来啊 你 你不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你就一辈子都起不来了 好不好啊 对啊 你看你看你看 我已经写好这个熊木起誓 对不对 上面还有图片还宣赏五百块 我要趁着现在人多的时候去发 效果肯定好 走走走走走 我我我我 这个是最靠谱的啊 尽快啊快点啊来 这是酒店呢 好就这样啊 换下一个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发给每一个客人 每一个都要发到啊 谢谢啊辛苦了辛苦了拜拜 小姐这不行 这个你看一下 麻烦这个看一下啊 要是看见上面的戒指打电话给我 谢谢拜托啊 谢谢谢谢 拜拜 先生你看一下这个 这位小姐小姐你看一下这个 你要是看到上面的戒指打电话给我 谢谢谢谢拜拜 麻烦把这个给你 你帮我发给每个客人 每一个都要发到啊 谢谢 谢谢 这个不是你手上经常戴的那个戒指吗 你戒指呢 掉了 那他怎么也有一个 定情信物是吗 那这么说你的掉了 他的也掉了 这不是好叫头啊 他的戒指没掉 是我扔掉的 扔掉的 你 你就这样对他 对他一个给你寄了一千多封信的女孩 不酷 你这这你 做人不能这么不厚道啊 那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他死心 你教教我 跟他说你是男人 我不是啊 我 我知道你不是 他知道我不是 原来 懂了 还有什么办法 你就说 你喜欢Jeanette 我说了啊 那就说了就好了 他不信 那你就让他发现 你跟Jeanette在床上 你还能再庸俗一点 其实啊 要跟走一个女孩方式特别多 但你就是恨不下心 我还不够狠吗 你打他一巴掌 他绝对走了 他偷偷不回了 说不得吧 Renee 你杀死我吧 我真的后悔了 我真的不应该回上海的 太难了 你选择来 走啦 你是谢小姐吧 对 我是 我捡到你的戒指 你看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的戒指 谢谢大哥 谢小姐啊 这戒指是白银做的 又不值什么钱 你何必那么做啊 是 但是它是我的定情信物 那是无价之宝啊 一看谢小姐就是个重情义的人 你看啊 这纸上写的 剪刀戒指 赏金五百 我现在就去给您的 谢小姐 这五百块钱就不要了 那怎么行呢 您这大老远跑这一趟 一万块 什么 一万块 你看看 谢小姐住的这个宾馆 起码是五星级的吧 再说你穿得那么得体 最起码只一万块钱啊 大哥您这是讹诈吧 这这这这 这怎么是讹诈呢是不是 这 是这样我这只有五千 全给您了行不行 不行 就一万 给不给 不给是吧 那我把这个戒指 扔到码头里冲了啊 大哥大哥 我给我给 要不您在这儿先等一下 我去弄钱一会儿就回来 可以吗 好好好 快点啊 我需要五千块现金 给我五千块 你是说给不是说借 对给我五千块 我这有五千块 哎 我为什么要给你五千块 我又没有欠你工资 因为你把我戒指扔了 扔了你就得赔 所以你得给我五千块 戒指是我买的 是你买的 但是你送给我了 就是我的财产 现在我财产损失了 你就是得赔 就是得给我五千块 这真可怕 给我钱 你 谢小秋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的话 请你不要再敲这个门 还有 我很不喜欢你现在这个态度 出入 密码多少 你不知道我的密码 为什么你的密码是 零零零九零七啊 因为我们是同一天生日 这个女人很彪悍啊 给我钱 我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一点点 所以你决定离开温州了 嗯 我希望就这 拍在一起 Jeanette 我也高兴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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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就这 拍在一起 Jeanette 我也高兴的 来 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